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老Steven 今天和大家在一个比较少人介绍的地区 Shipston 来看看Taylor Wimpy的楼盘 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房子远出面的环境 今次要看这间屋就是三房的独立屋 这间积之前都没有看过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间屋除了有三房四房的 还有大家很喜欢的Bungerlo 我们先看看floor plan 这间屋的实用面积是1175呎 连着车房的 价钱暂时还未说 我想价钱大约是40万英镑左右 它也是属于freehold的物业 它除了这些三房四房的单位之外 它也有一些两房的Bungerlo 即是平房一层过的那些 尺数是1250呎左右 价钱大约是46万英镑 现在要找新楼的Bungerlo 基本上是很少的 如果大家钟情于Bungerlo 都不妨可以看看这个楼盘 讲回这间发展商 Telarimpy最近我和他都几次联络过 他的盘好像很多东西都不爆 比以前更多 连雪柜 谷楼都好像不爆 不知道是否因为太多人买 所以他不需要给那么多incentive 都有人去买 但是不单止这个发展商 很多发展商都是 和半年前去比较都很大的分别 半年前可能都找到比较多的东西 近这两个月去谈 发觉发展商的态度都挺强硬的 几家发展商都说自己的盘买得很快 所以就不需要给那么多incentive 但是我也是建议大家买之前 都尽量找到一找 始终你不问就一定没有 问了就可能有的 那为什么不问一下呢 另外有些观众可能新 未是很清楚我的拍片 给大家看的方向是怎样的 其实我拍片拍这些楼 最主要是给大家看看 他的职是怎样的 而不是说我拍这一区 大家就一定要去买这一区 就好像这个单位为例 这个地区买这一只职 可能大约40万英镑 但是如果其他区 可能就只是买30万英镑 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这一只职 而这个价钱又out budget 你就去其他区找这一只职 价钱可能会便宜些 总之就自己分析一下 看是否吃饭 你觉得这一区OK舒服的 价钱合理的 你就在这一区找房子 始终大家的要求是不同的 OK 那废话就说完了 大家慢慢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最后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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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